范冰冰付出了,接广告捞金,网友连怎么变成这样了? 继范冰冰前段时间露面之后,近期范冰冰在网上又有新的动作了,那就是给自己的面膜品牌做宣传。 众所周知,范冰冰本人是非常喜欢做面膜的,而且在平时工作期间,范冰冰也非常喜欢给网友们安利自己的美妆心得,毕竟她本人现在保养得这么厉害,所以在社交平台上也是拥有大批量的迷妹粉了。 不过风波之后的冰冰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公开亮相,也是让人不得不去佩服她的厌恶能力了,虽说看上去范冰冰没事了,但是短期内付出拍电影可能还有那么一点难度的。 而范冰冰也是非常充分地利用起了自己的资源了,那就是当了这么久的美妆博主,在美妆方面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。 早在去年的时候,范冰冰就推出了自己品牌的美容仪,还在社交平台大肆宣传,很多女明星都收到过冰冰的美容仪礼物,因此也是拍视频为其助力。 而今年,范冰冰冰作为一个面膜控,终于推出了自己的面膜品牌了,所以范冰冰也拍了视频为自己的产品做宣传。 视频中的范冰冰一脸的笑容,看得出来心情相当不错的,而且她本人也是直言,自己这么多年也是非常注重肌肤护理的,所以也是给网友们分享自己的心得,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好皮肤。 尽管冰冰说的一本正经,但是很显然网友的关注度全在她的脸上,由网友更是直言,范冰冰的脸怎么了?下巴和嘴有点歪。 不过,先姑且不说冰冰的脸怎么了,就说面膜这件事情,不要因为冰冰的明星效应去盲目的购买。 还要考虑美妆资格证等等是否符合国家安全标准,最主要的是,很多面膜并不是所有人都是用的,这边也是劝大家要理智的去种草。 不过,早就听说范冰冰开了一家高端美容院,应该是专门为有钱人开设的,当天也是邀请诸位明星去现场剪裁。 听说里面的消费都比较高,而且都是会员制的,不知道都有哪些人能够享受到里面的服务呢?而范冰冰进军美容业。 想必也是一帆风顺,毕竟他本人就是最好的代言了。对此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? 感谢观看 好